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21圈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22圈 那么第22圈呢 我们是按照4个短针 一个简单的方式 重复勾4次 也就是说呢 我们前面这一部分呢 是给它勾4个短针 然后减一次针 最后呢再勾16个短针就可以了 我们来勾一下 先勾好4个短针 第一针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好 接下来勾一个简针 那么简针的方法 我们前面讲到过的 把两针减为一针 4个短针 一个简针 这是一个组合 我们需要勾4次 第二次 四个短针 然后一个简针 然后第三次 四个短针 然后一个简针 第四次 第四次 四个短针 然后一个简针 好了 我们勾好这四次之后呢 接下来呢 还剩下16个针样 我们在单独勾上 16个短针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第二十二圈呢 总共是减掉了四针 就由第二十一圈的 40个短针 变为了36个短针 把这16针给它勾好 好 大家看一下 那么16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第二十二圈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 简介面就跟着我呢 看着图解部分 把后面的第二十三圈 到第二十七圈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部分就是不断剪针的一个过程 我把图解来的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一直勾到第二十七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跟着图解部分呢 一直勾到了第二十七圈 那么勾好之后呢 总共是还有12个短针 对应12个针样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二十八圈 也就是我们这个嘴巴这一部分的 最后一圈 我们连续勾六个短针的简针 6A 第一个简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个简针 第三个简针 第四个简针 第五个简针 然后第六个简针 好 勾好这六个简针之后呢 我们把线拉长 留一个线尾直接剪断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根线 把上面这一部分呢 封一下口 把线穿到这个缝合针里面来 大家看一下 还剩下六针 对吧 我们把每一针挑起半个线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勾好之后把线拉紧 然后呢 再把线从其他部分穿出 多固定几针 然后长的部分呢 穿到内侧 把线尾放到内侧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恐龙的嘴巴的部分 这一部分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这个恐龙的脖子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把剩下的这点针数呢 给勾起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需要从这个地方起针 先把剩下的这二十八针 给它勾起来 我们重新带线来勾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上面的这个地方 从上面这个地方穿针 先把线带入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这个二十八针的第一针 我们从上面这个地方穿针 从这儿穿针 就是说呢 在这个连接处的地方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压住线位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二十八针 每一针都勾起来 从二十八针的第一针的位置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 把这个短针做好标记 这个是我们脖子部分的 第一圈的第一针 我们先把这二十八针 全部勾起来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了 勾好这二十八针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那辫子针上面十二针 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我们直接跳过去勾的话 我们这个中间的地方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洞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直接在这个 十二针变子针的这个地方 直接勾过来的话呢 中间这个空隙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需要特殊处理一下 我们从这个地方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 我们再从这个十二针变子针的 这个第一针的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 把这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这个空隙是比较小的 这个地方呢 需要特殊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嘴巴和这个脖子中间的部分 需要穿上一针 给它这样 把这个空隙拉小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辫子针后面的十一针 给它勾起来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脖子的第一圈 勾好之后呢 总共是二十八针 加十二针 总共是四十针 对应四十个针牙 那么我们把这个脖子的第一圈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就比较好勾了 我们就只勾这个脖子的这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上呢 进行加针 进行减针 好 这样就勾好了 大家看一下 总共是四十针 脖子部分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看到图解去勾就可以了 第二圈呢 我们就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原有的四十针就行了 同样的 我们需要在这个交接点的这个地方呢 需要特殊处理一下 在空隙这个地方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第一针的针牙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个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做好标记 这样的话呢 中间的空隙是比较小的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勾第二圈就可以了 以后呢 就不用再特殊处理了 就直接看着图解来勾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图解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呢 一直勾到第二十一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跟着图解部分呢 一直勾到了第二十一圈 那么我们可以一边勾呢 一边在里面放屁屁棉 先把头部这一部分呢 给它填充起来 因为后期呢 就不太好填充了 然后脖子这一块呢 也可以简单的填充上一些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这个第二十二圈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十一圈勾好之后呢 现在总共是有四十二针 对应四十二个针牙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二十二圈 我们先勾好十九个短针 占据十九个针牙 第一针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先勾好十九针 先勾好十九针 好 大家看一下 勾好这十九个短针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勾十个辫子针 勾十个辫子针 我们来勾一下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九针 十针 勾好这十针之后呢 我们倒着往回钩 大家看一下 在倒数第二针的针牙里面 也就是第九针 变得针针牙里面穿针 倒着往回钩 连续钩九个短针 第一针 第八针里面勾一针 第七针里面勾一针 第六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五针里面勾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一针 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 然后第二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一针里面勾上一针 好了 勾好这九个短针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剩下的这二十三针 给它勾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过去勾的话呢 这个地方同样的会有一个很大的洞 所以呢我们不能直接过来勾 同样的我们需要处理一下 我们在这一针的边缘部分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不要并针 然后呢 再从第一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就会连接的比较紧密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后面剩下的二十二针 全部勾起来 好了我们这个第二十二圈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